张智磊和乔伊斯的二番战马上打响 两个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众所周知张智磊这次出场费为66万美元 乔伊斯出场费66.8万美元 在发布会上两个人对视的那一刻 张智磊为乔伊斯伸出大拇指 而乔伊斯却伸手示意想要拿回金腰带 张智磊白白手示意不可能 幽默的一幕显得非常和谐 那么二番战到底谁会胜出 乔伊斯则表示因为我想拿回那条金腰带 他看着金光闪闪的地 张智磊说我喜欢老虎 我就是一只恶虎 我只可能去捕练 如果想我从我嘴里去夺食 那你要付出代价 我喜欢老虎 我就是一只恶虎 我只可能去捕练 如果想从我嘴里去夺食 那你要付出代价 这次的二番战对于张智磊来说 已经不能输了 最主要就是年龄 因为对于一个职业拳击手 来说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张智磊也属于大气晚成的一个职业拳击手 接着张智磊又说 他选择我 就是他们整个团队的失误 是他们团队的失策 有网友表示张智磊和乔伊斯的二番战 张智磊必须KO乔伊斯才能获胜 如果点数对张智磊很不利 从上一次和乔伊斯的比赛看得出 体力分配是张智磊很大的一个弱点 虽然张智磊的重拳对乔伊斯的威胁很大 不得不说这次乔伊斯可能会加以防守 希望张智磊能够取得胜利 未免金腰带为国争光 对此大家怎么看